他以為說這個鬼月我們可以平順度過 可不可以講這個時間 三台就在西太平洋 而且三台在西太平洋 你剛剛講的 這個海灰颱風會走過台灣的北邊 而且剛剛講的 這個梭拉颱風在台灣的南邊 它不會有台窩會有衝擊嗎 而且剛剛講現在有幾個 第一個 你現在剛好侍逢大潮 而且現在碰到的是來月 所有不利的因素 全部集合在一起了 沒錯 今年7月半的這個颱風 恐怕會非常非常恐怖 為什麼 保健 事實上目前在台灣周邊來說 有三個颱風 一個是蘇拉 一個是海葵 一個是紅燕對不對 大家都說哇這個蘇拉 現在僅叫直撲台灣而來 但為什麼現在很恐怖呢 第一個 保健我們都說 現在的水溫相當高 所以它的強度 恐怕還會繼續的增強 水溫還很高 30度以上 它還會繼續再增強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因為現在是7月半 剛好碰到什麼 大潮 百年大潮的時間 然後又知道有沒有 超級南越會出現 所以這個海浪 或是說這個漲潮 會比大家想像中 都還要更加嚴重 之前香港政府還想說 歡迎大家到香港來觀賞 超級南越 可不可以講到 講著講著 超級南越 南越 加上百年大潮 然後颱風又直撲而去了 所以現在整個 中國的東南沿海這一帶 你看 因為這個蘇拉 直撲香港澳門而去 哇 香港澳門現在繃緊神經 因為他們很怕是 天歌颱風在世 另外一個 台灣當然我們這個禮拜 要非常留意的 就是所謂海盔颱風 它現在你看 它現在怎麼走了 你看這邊是不是好像隱隱的 它有一個這個高壓 都沒有雲對不對 它可能就會沿著這樣 如果高壓搶 就會把它繼續往南移 這樣往南壓了這個狀況 可能最快這個週末 我們就會碰到 海盔颱風的這個威力了 這個六日 對好 那我們講 不是只有我們目前這個 這個中國 或是我們台灣 非常注意颱風之外 保潔在美國的東岸 他們遭遇到跟台灣 一模一樣的局面 很慘嗎 對目前意大利亞颶風 現在就來到這個美國這個地方 這是意大利亞颶風 我們昨天不是講嗎 因為它在佛羅里達周邊的 這個海水溫有32度 所以它在登陸佛羅里達之後 造成嚴重的這個災害 還有你看 它在往北之後 喬治亞之後也很慘 你看美國 這是我們看到的 意大利亞在美國 你看這是它海水倒灌的 這個情形 因為超級藍月 加上海水倒灌 你看非常嚴重 超級藍月對他們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所以現在為止來說 你看整個這個海 你看這個都是海邊 你看浪都比以往都更大 目前為止已經有大概約某 46萬戶停電 然後有兩個人死亡 甚至你看這個非常誇張 車子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他們加油站 加油站抱歉 就直接被吹翻掉了 那加油站你看這是加油平台 它就直接這樣 被完全吹翻掉的一個狀況 車子被吹起來 車子也被吹起來 你就知道說這個意大利亞 在美國造成多麼嚴重的 這個災害的一個情形 也難怪說 今天高雄台南 甚至是雲林 海水倒灌這麼嚴重 你看我們就我們要小心嘛 我們就不是說嗎 因為這個這個百年大潮 所以你看 欸不是無風無雨嗎 你看看目前為止 在整個台灣的 西南沿海這個地方 這個高雄齊青他說 欸我們就連續三天 泡在水裡面 因為百年大潮來啦 所以說欸70年來從來沒有這樣 因為今年真的是百年大潮 另外連台南也是一樣 在運河旁邊的安和路 安平路它也是完全進水啊 為什麼 因為百年大潮來的時候 水位比較高 水位比較高的時候 保健如果遇到颱風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災害 恐怕會相當不容小覷的一個狀況 好那現在對台灣來一下 我們要高度戒備的是 海回颱風越來越往南移 如果你現在越來越往南移的話 它真的會在這個週末 在六個日 對 衝擊到台灣 馬姐我們剛才講啊 七月半的台風最恐怖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西北台 欸我們台灣是聞到西 聞到西北台這幾個字 大家完全嚇傻 為什麼 過去有太多太多西北台 對台灣造成重創的這個狀況 你說它的路線是西北台 因為我們現在講 西北台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穿過所謂基隆雨 跟這個相關的這個海面 這台灣以北 那目前為止來說 看起來的話 這個海逵颱風 似乎它就是這樣 走的一個情形 它穿過台灣的北邊之後呢 恐怕會帶著強大的這個西北風 對台灣造成 特別是北台灣 造成嚴重的這個災害 譬如說像 你說以前的溫泥颱風 對 以前的艾力颱風 對 路線就差不多 對好我們現在看 它這次海逵颱風是這樣對不對 略過台灣的北部 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例子 這是1997年的溫泥颱風 你看它也是這樣 然後略過台灣的北部之後 它也沒有 它沒有碰觸到 它沒有登陸台灣 但是略過之後 帶入強大的這個豪雨 你看 因為它的結構也沒有被破壞 對 因為它進入我們這個 北台灣之後 你看下雨非常多 台灣當時的北部 還有中部下雨不斷的時候 結果我們這樣 我們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林肯大軍 就在那次溫泥的颱風之下 就這樣倒塌了 林肯大軍是溫泥颱風倒的 對 那一次就造成了 大概44個人死亡 還有84個人受傷 那時候房屋倒了121間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西北台對台北 造成了嚴重的這個災害 另外還有什麼 在2004年的中台艾力 它也是一樣 它也是經過台灣的北部之後 你看 這也是一個標準的西北台 那一次的這個狀況來說 寶姐對我們台灣的中部監視 那邊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大家印象還有深刻嗎 對 就是這個在河邊的案的房子 就被沖毀了這個畫面 所以大家看到那種 西北台 然後在7月半 這幾個字眼來說 你絕對萬不能夠掉以輕心的一個狀況 好 那剛剛講的 不止是只有台灣 對 現在整個香港也繃緊了神經 對 香港繃緊的神經就是 蘇拉颱風看起來會直撲而去 直撲而去 現在就講了 它的路徑 導播我們來看這個路徑 他說這個路徑 基本上是跟天歌颱風 對 非常類似 而且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蘇拉颱風 準備要到香港 澳門 還有包括廣東一帶 中國的這個防汗 防汛抗汗的這個總指揮 馬上說 指示東南沿海省事做好防台準備 他們過去都沒有這樣說 為什麼 因為他們被之前的杜蘇瑞颱風 嚇到 我們記得杜蘇瑞颱風是怎樣 他不是在台灣附近置換 演牆之後 對 正牆的力道撲直撲中國而去 他現在還 也是這樣 他之前在菲律賓的時候 有一點轉弱 可是在這邊晃來晃去的時候 他有雙眼牆 置換完成之後 準備用更強的力道直撲 所以這個畫面 對 雙眼牆已經置換完成了 置換完成了以後 他更強大了 他要直撲香港 所以現在香港繃緊神經 他們香港的這個行政長就說 各單位要做好這個危機處理 做好相關最壞的這個情形 但是你看 他還沒有碰到這個 還沒到 對 但是你看中國已經出現災情 這在廣東的這個五華街道這個地方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你可以想像嗎 這是他們的街道 沒想到 沒想到已經變成是風水來了 因為什麼三天在下雨 對 整個街道完全變成是河流的這個狀況 另外除了這個 台風海北道已經存災了 另外在廣東梅州這個地方 你可以講 欸 保安姐 車都完全都被沖走 一台一台車 你就覺得非常的誇張 台風沒來就這個樣子 那來了還得了 所以他們現在非常緊張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 這是在梅樹這個地方 這很不幸 因為為什麼 因為車被沖走 這被沖走他們去救 救人的時候 但是沒想到 還有三個人在車上 沒有辦法被救出來 就不幸過世 甚至還有這個地方 你看目前為止 已經看到說 家裡面已經淹水淹到腰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 他們為什麼會風景神經 這個海豹 這個所謂 蘇辣台風 恐怕會對中國廣東 香港沿岸 造成非常大的這個災害 因為香港過去 有個叫做李氏立場 已經有李嘉誠在的關係 而且李嘉誠 整個最壯身的時候 颱風都是過香港而不弱 可是當李嘉誠被阿婆浪槓的時候 天歌就穿了 山竹也穿了 香港就重創了 對沒錯 剛才寶杰講到理事立場 因為過去香港最多人工作的 這個老闆就是李嘉誠 所以他不希望颱風來 因為颱風就會放假 他不要吹 所以隱隱有一個理事立場 就是過去我們很少聽到 颱風直撲這個香港 但這幾年非常多 特別是說你看 從2017年這個天歌颱風 你看天歌颱風當時 他也是跟這次蘇拉非常像 沒有到台灣 清清掠過之後 他直撲香港而來 而且他也是一樣 他在這個地方轉換了之後 直撲香港而去 而且他撲香港而去的時候 時間也是在鬼門開那一天 鬼門開 對 就直接衝到那個地方 那原本大家認為 就是天歌嘛 就沒想到他變成是一個 克哥斯拉 就是說怎麼說 變成是非常巨大的這個地方 直撲香港而去 那一次 你看這個災害非常誇張 很多香港人他們一輩子也沒看過這樣 澳門人也沒看過這麼大的風災 他們說這災是近五六十年來最大的風災 你看海水倒過來 這整個衝過來的 這個浪打得非常非常高 像澳門當中都是這樣 那甚至你看 還有很多你看 這是女孩子在街道上 居然被吹成這個樣子 這也太誇張了吧 對 而且她裙子 是她的頭髮 對 而且她裙子根本不敢 要把它抱得緊緊的 否則可能會整個這個裙子會吹翻 甚至你看這一棟大樓 抱歉 這一棟大樓 對 最後最誇張 她的玻璃 這個玻璃幾乎被摧毀了非常多的部分 香港的工程品質應該不差吧 是的 香港的品質應該很好吧 對 一個頭髮把玻璃全部吹破了 全部都一直掉下來 大家都完全傻眼的一個心理 你看這個很多 這個你仔細看這個洞大樓 非常多的這個所謂玻璃全部被吹破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所謂他們的地下室 也出現到淹水的這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些畫面之外 還有一樣 當時天歌來說澳門呢 澳門也沒有躲過 澳門那一次也是非常慘 它是全澳門都停電 而且全澳門 澳門的大街 當時完全都變成是河流 大家認為說這是澳門嗎 這是澳門 對 根本變成是威尼斯 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甚至還有人在那邊 還有人拍到說 哇他在上面游泳 有什麼遊碟式的這個 當然是沒辦法 因為當時水真的太深了 那你看這 整個當時澳門的畫面都是這樣 你就說每一般人 都要涉水而過的這個狀況 甚至還有這個你看 這畫面是有人被吹 沒有人站得住 沒人站得住 大水都淹到整個腰部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知道 事實上當時的這個天歌台風 真的重創整個港澳地區 然後接下來的山主又重創 所以現在保證你這樣 你現在在整個這個氣象史上 已經沒有天歌台風 也沒有山主台風 他已經都被除名了 所以這一次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直接直撲港澳 造成非常大的災害 就這一次蘇拉也準備要去了 所以香港當然是攻擊成績 但是我們台灣民眾也不能夠掉以盡心 因為海魁恐怕也不容小覷 好 玉鳳 剛才講的 現在在整個西太平洋 三台空 三台空 海魁 颱風 現在居然在這高壓狀況上 本來以為跟台灣沒有關係 越壓越難 越壓越難 越壓難 這個週末看起來 會少過台灣的北部 如果少過台灣的北部 那就跟西北台的路徑非常相似 跟溫泥颱風非常類似 非常有可能自在要提高警覺 另外就是 現在在澳門 現在在香港 連香港的特首都已經等於說繃緊成績了 因為 它跟天歌颱風 山竹颱風的路徑真的太類似了 對 如果真的像我們剛才講的這樣 一路這樣走過去的話 走過台灣的北部 那直接進到了香港 澳門 深圳的話 他們會想到了什麼 2018年的山竹 因為其實香港你過去來講 你很少看到有這種重大的一個颱風的災情 但是這個山竹颱風它竟然是10號 代表什麼意思 是最強最強的 它的時速竟然到200公里 然後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因為其實因為山竹颱風過去的時候 香港是一個高度城市化 所以他們都是高樓大廈 但是他們過去來講的話 他們都覺得颱風只會掃過去而已 沒有注意到 他們很少直呼而來 對 剛才這什麼畫面 一個高樓 因為他們有高樓大廈 高樓的一個客廳 這樣看到隔壁在蓋大樓 隔壁大樓的一個起重機 竟然被颱風的風速沒有200公里 對 吹成什麼 像是電風扇一樣 他就說就像刀子在你的鼻子前面 你劃過來又劃過去 嚇死了 而且他說是越來越近 因為呢 他在這個地方 被他吹歪了 對 所以我們看這畫面 他遠遠的 然後慢慢進 對 他的吊臂越來越近 然後呢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導哥我們看一下 是由下面往上拍的 最後吹到最後呢 起重機直接摔下來 起重機直接吹起來 然後呢這個是在路上 他們想說我去買個方便麵 想要回家 結果沒想到風產的太快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人想要去救他 結果大家撞著一起 對 那這個就是在山竹颱風來的時候呢 造成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他戰鬥站不起來 對 根本完全站不起來 然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第一個我們剛才講 他風速時速到200公里 而且呢因為那個時候又是漲潮 因為現在的人越野 對 所以漲潮的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信花村的一個畫面 信花村 信花村在哪邊 信花村在離近 還有我們的一個海邊 海港第一排 可是呢這個畫面呢 以為這海浪是在海岸邊 不是這海浪呢已經殺到 信花村的一樓裡面了 所以呢整個就這樣子海水 他不是在岸邊 對 不是在水邊 沒錯他那個畫面呢 你看到這個海浪已經衝到家裡面 鏡頭一打開天啊 我家的客廳 竟然已經淹大水 而且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很大事 他所有的屋頂全部 全部被掀開了 全部被掀開了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畫面 有一個畫面是 你來看這個好像是 這個像不像樣品屋 像不像是一個從上面開的 其實這都是實景 這都是人家的一個家裡 因為上面原本應該有個什麼 屋頂 屋頂不見了 整個被拉出來了 然後呢這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信花村 你看到這個海浪滔滔 你以為是在岸邊 不是 這是一樓的拉比啊 在一樓拉比 竟然就看成這個樣子 你說這個水衝到這個門 然後捲起的浪花 對 捲起的浪花 然後當鏡頭拉開的時候 大家才傻眼 我們家前面不是只有小河嗎 怎麼最後變成海浪 最可怕的是這些海水 倒灌之後呢 往下面走 香港最弱的就是什麼 就是豪車就是名車 這一台是Lamboy Gini 這也是在這個嘉越大樓的地下室 Lamboy Gini停在那個地方 大家都以為很安全 沒有想到呢 其實它的擋水閘門 第一時間是有擋住的 因為下面都是豪車嘛 可是沒有想到 因為它的海浪 跟海流太大了 結果就從那邊衝破了 你能夠放藍寶吉尼的大樓 這真的好大樓啊 所以它前面的擋水閘門是有擋住 問題是它上面的 它是由上面往下衝的 因為排水管整個炸開了 所以它變成說這些污水 是從上面排水管一個一個把它往下來 所以呢為什麼大家這一次會那麼害怕 就是想到2018年 如果再來一次山竹颱風的話 應該沒有人可以受得了 那香港掃到之後呢 澳門那邊就是澳門 澳門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他們有很多的賭場 那麼賭場呢 都是赤了巨資過去來打造的 可是呢他們就直接講了 這些東西全部關閉 而且呢因為他們很多的賭場都在新生地 直接海水倒灌 澳門賭場史上唯一一次為了颱風停業 對 因為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們都是在這個海埔新生地 然後呢整個海水倒灌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接客人進去賭場 所以是第一次為了颱風乾脆 再多錢都不能賺 因為如果有人命受損的話 可能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最大最大的一個傷害 難怪廣東嚇死了 廣東嚇死了 其實在過去來講生俊也是一樣 生俊當你看到香港 看到澳門的時候要做準備 來得及嗎 他也來不及了 然後整個衝下去之後呢 所有的傷害 只能講是複製貼上 香港 澳門 生俊 全部大家輪一輪 現在東西半球 感覺到都不平靜 而且現在在西太平洋 我們的周邊 山台貢 紅燕颱風 海葵颱風 還有現在蘇拉颱風 現在這個蘇拉颱風 真的會對廣州 對香港造成重擊嗎 而台灣最關心的就是海葵 海葵現在一直被壓著往南嗎 一直挖著仰南 你說到了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它真的有可能變成西北台 這真的有可能 對台灣的北部造成影響嗎 是 它之前這個強烈颱風 這個蘇拉 它經過巴士海峽 大概沒有 完全沒有碰到這個台灣的地形 它就很巧妙地 通過了巴士海峽 現在進入到南海的北部 完全沒有被破壞 對 沒有破壞 它一直維持強烈颱風 而且它這邊的海溫很高 然後風切又很小 所以說它繼續地接近大陸 中國大陸的廣東沿海 對 目前看起來就是明天 就要開始接近香港 澳門地區還有廣東沿海那邊 所以以前說 這樣颱風 要嘛北邊一點就被台灣破壞掉 南邊一點就被菲律賓破壞掉 就沒有想到 它在經過巴士海峽的時候 巧妙地散躲過 完全沒有被破壞 然後這個強烈颱風的形態 現在已經置眼成功了 直撲香港而去 是的確 它是看起來非常扎實 你看這個颱風也 還是這麼清楚 通常以前經過台灣這邊都會被破壞掉 它都會變成減弱成 輕度颱風 它現在還是一個強烈颱風 所以說我們台灣還是很幸運的 這段時間 昨天這個時間 雖然是7月半 可是就是只有南邊少到一點點 它現在通過朝台灣去 可是我們下一個要注意的就是這個 海魁 海魁台灣真的要高度戒備嗎 是 海魁颱風 我們如果看這個海溫 我們知道颱風決定它的強度 第一個是海溫 第二個是風切 垂直風切小 我們看到整個西北太平洋 現在海溫還是很高 這個海魁的位置在這裡 然後它未來是往台灣的這個西北 東海這邊走 然後它的強度 在明天就會增強為中度颱風 然後持續地經過這個30度的海溫 29度的海溫 它有很大的條件 讓它持續地增強 對 然後如果我們再看這個風切的狀況 風切 什麼叫風切呢 風切就是說在這塊區域 台灣這塊區域 整個綠色的部分 就是風切小的地方 那它剛好就是經過這個地方 在通過 所以說它還是可以持續地發展 風切小表示說 它高層低層的這個風向移植 它不會破壞它的這個結構 所以它可以持續地發展 不會說 我上面跟下面分離開來 對 把它拆開來 所以說這個風切就是 下一個我們要注意 台灣就在這裡吧 它在經過以後 就會走到台灣的北部 那是一個西北台嗎 是 如果我們看這個 因為昨天氣象局還有各國的預報 還是比較偏北邊走 那可是實際上這個高壓 看起來後續是會增強的狀況 我們看到太平洋高壓的狀況在這裡 對 這是太平洋高壓 然後這個是 剛剛假的海盔颱風 這高壓目前看起來 它的預測是有往西在伸展 所以說它過來的路徑 就可能比較接近台灣 對 甚至於接近到西北台 那西北台是有這個機會 但實際還是要看它 實際的距離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海盔颱風 它持續地像今天下午 這一報的這個 兩點鐘的資料 它的軌跡已經開始從北邊 慢慢往南邊壓 那明天的下午 對不起 後天的下午 2號就是禮拜六的下午 它的暴風圈 邊緣就可以碰到我們的海景線 對 而且持續地上這個方向走 這個方向走的話 西北台就是經過台灣跟彭嘉宇的中間 所以非常有可能它會變成一個西北台 你說如果我的中心位置 現在台灣跟這個彭嘉宇就是西北台 對 因為西北台它就是說 因為它經過非常靠近台灣 然後並沒有受到地形的破壞 沒有被破壞 然後它的西北風又從這個淡水河口進來 所以說對台北的影響是最大的 那除非它這個路径明天有改變 如果說不變的話 就有機會變成西北台 如果照現在氣象局爆的這個路径的話 那我們看世界各國 現在日本這個是淺藍色的 對 跟氣象局爆的幾乎是一樣 比較類似 對 這樣 那其他還比較北國 還有其他的這個韓國 還比較稍微比較北邊一點 可是大家都在往南修 所以說它有可能變成西北台 當然如果說不是西北台的話 它再往南修典 它就可能登陸 登陸的話 對宜蘭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個都是我們後面 要非常注意的這個情況 好 那另外講的 現在不是東脈球 西脈球 我們講的佛羅里達州旁邊 也有兩個颶風 這個兩個颶風 有一個現象叫做 意大利亞 這個已經清洗到了佛州 已經造成重大災害了 是 意大利亞這個 它清洗佛州 因為佛州這邊也沒有什麼地形 所以說直接上去 也沒得到 對 那那個暴潮啊 加上這兩天蓝月 也一樣 也是蓝月 暴潮 也是蓝月 暴潮 然後那個潮汐就特別特別高 那其實在這個七月半 尤其是月中的這個距 加上這個月亮的引力 我們都要非常注意 這個颱風來襲的時候 造成的海水倒灌 造成的這個大雨 我們都是要非常注意這些情緒 所以說七月半左右的颱風 真的是要比較注意的 是 是 因為我們要進入到秋天 因為在美國地區的話 它們的這個颶風 其實在秋季的話是最強的 因為秋季的話 經過了一個夏季的這個 太陽的互曬 海水吸飽了所有的熱含量 所以在秋季釋放出來 這都是造成災害的最大主因 不是 現在看到這個影片 嚇死了 這個整個海水倒灌 這整個浪衝進來 真的 這個颱風 這個颱風真是非常大 狂風再加上 這個爆炒的一個情況 真的讓幾乎整個佛羅里達州 領海的地區 全部都在水裡面 是衝到家門的 很可怕 它們有人是站在二樓 往一樓拍 一樓幾乎整個都是被滅頂的狀態 它們就想說其實這麼多 佛羅里達州颱風蠻多 它沒有看到這麼厲害 風速這麼大 最可怕一件事情 主要是漲潮 浪潮有多高呢 那個藍岸都被吹彎掉了 對 它說有的甚至一兩公尺高 算是很正常 有的甚至高到4.5公尺 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造成很多地方的房子都遭到毀損 還有就是說 它們一個 因為這樣不斷地大風 跟暴雨暴潮的情況之下 導致很多電線都倒塌 電線倒塌 有五六十萬戶全部都面臨 一個停電的狀況 所以你現在看到 那個有沒有 它就是因為漲潮的關係 再加上大風 所以只要是在領海地區 那我們都知道佛羅里達州 本來就是在領海地區 所以可以說是片幕所看過去的 不管是哪一個地區 拍到的影片幾乎都是有 全部都是在水裡面 所以有的人一開始還傻傻 就是說 關浪 關浪 就看到就發不太近 因為風速實在太大 他說震 整排房子都垮了 對 而且最大的震風 現在有來到201公里 那真的是會怕死人 你現在看到真的是 已經是把整排的房子吹好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的 還有就是說 有的是那個車子 停在那邊了 就整個就被往那邊吹 不是 你講 這些帆床一定是停在港口 停在那邊吹起來 我跟你講那個聲音放出來 你會嚇死 那個人講說天啊 我開一開一輛車朝你飛過來 還好後來沒有往他們在砸 是往另外一方向過去 就砸到另外一輛車 所以他就講到說天啊 這個太誇張 太危險了 所以他們才發現說 所以剛剛講的 船被吹走 車被吹飛了 對 所以他們說第一個 就是他這一次的颱風 是可以把馬路上所有的車 都變成船 那是停在海邊的船 這帆船都完了 全部都被吹翻了 所以他們說到目前為止 出貨至小經濟的影響性 至少100億美金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講 這種類似的情況 尤其是剛剛講到的超級宜蘭月 還有就是氣候暖化現象 都會增加劇這樣子的一個颶風 你看那個記者這邊拍就說 整個一樓幾乎全部都是一個滅敵的狀態 還有你有發現都停電 至少幾十萬戶的停電 所以他們就說未來面臨到這個狀況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還有他們就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美國很奇怪 尤其是伯羅里達州 只要是埃字母開頭的颶風 都很怕死人 埃字母 埃字母 像是2017年有個叫艾瑪颱風 這個艾瑪颱風在2017年 所以對伯羅里達州造成 非常嚴重的一個損害 然後再加上之前 你知道那個艾瑪颱風 它光是疏散人 就疏散了630萬人 創下歷史紀錄 而且它的強度來到了武基 最大的風速 瞬間風速竟然到了 每小時250公里耶 所以他們就說 這個千萬不要小規 因為隨著氣候暖化 海洋暖化 雖然很有可能 照著這個颶風 原本在遠遠這個地方 只有一級颶風 越靠近這個伯羅里達州 相關的岸邊 因為暖化線上 越來越的情況 而且溫度增加了 大概4到5度的話 瞬間颶風就會變成 到了4級颶風 我現在看到這個 微信音頭把我給嚇死了 現在這個一個颶風 義大利亞直撲伯羅里達 沒錯 看起來 第一個它非常結實 非常大 而且裡面有不斷地 雷雨包在裡面耶 對 沒錯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 這個從天空中間 拍這個 伊達利亞巨風的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 你看它的雲是非常非常結實 那不只雲非常結實 保證它現在 這個運轉的速度非常快 甚至有人在它裡面 拍到非常多的閃電 也就是說因為它非常結實 裡面有非常多的閃電 不但打起來的這個狀況 保證那實在 事實上目前為止 整個佛羅里達州 都非常擔心這個 伊達利亞巨風會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伊達利亞巨風 目前在這個佛羅里達州這個位置 那它這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個 富蘭克林的這個颶風 有人就擔心說 這個富蘭克林呢 搞不好形成一個藤院效應 讓這個伊達利亞 原本要走掉 它可能會在這個地方 反反覆覆反反覆覆 形成非常巨大的這個災害 好了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這兩個颱風 到底這兩個颶風 到底多誇張 第一個我們講 這是伊達利亞的一個颶風 這是一架飛機呢 它原本要飛行 飛行就是結果 它要停在這個坦帕灣 這附近的基地 反正你自己看 它周邊的閃電 因為它降落了 它穿過這個雲層 雲層裡面它說 不斷地 閃電一直打 全面閃電一直打 它就說它 它好像要飛過一個電網 對 它說它從來 這個飛行 飛行家就說 它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密集的閃電 在它面前這樣打過的一個狀況 好那你看 事實上當然這是沒有 讓這架飛機出現什麼狀況 但是其實是顯像還生的一個狀況 好那事實上 除了這個伊達利亞之外 富蘭克林也是一樣 富蘭克林來說 也是有這個空軍 美國空軍 它要去追風 那追風的時候 它也是飛到那這邊 結果它也是閃電不停 不只閃電不停 那它飛過去的時候 原本還好好的 飛進去 你看這就是它進去 這個富蘭克林裡面 閃電一直打一打 然後它整個機身 它說這個機身晃動得非常劇烈 它也一輩子 它也很少遇到這樣的這個颶風 所以顯然這兩個 這個伊達利亞跟富蘭克林 恐怕真的 這個富蘭克林應該是不會登陸美國 但是伊達利亞恐怕會對佛羅里達州 造成非常大的這個災害 而且你說它是雙台進攻 對沒錯 那尤其是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可能他們很擔心說 恐怕會越來越強 因為目前伊達利亞 它還沒有正式登陸佛羅里達州 在佛羅里達州邊 但是因為它附近的這個水溫呢 相當相當高 目前為止大概約莫是31度 所以它可能還在繼續的這個增強 之中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這個伊達利亞來說 大家都非常擔心 甚至你看 他們目前為止 已經有龍捲風了 小心龍捲風出現在佛羅里達的這個周邊 那甚至說看到它的這個外圍的這個 雲層 你看好像一層非常厚的這個雲層 是過來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他們非常擔心呢 因為其實呢 去年剛好有一個颶風 跟伊達利亞非常類似 什麼的 那就是伊恩颶風 去年伊恩 對 伊恩颶風來說 跟今年的伊達利亞是幾乎一模一樣 那居然伊恩颶風過來的時候 你看 當時這樣 這個它登陸的時候風太大 所以當時在整個佛羅里達州 非常多的這個變壓器 你看就完全這樣 因為全部被吹 吹下來 然後不斷的打出這個閃電的這個狀況 那是如果有大樹也因此這樣而倒塌 那是它除了經過佛羅里達州之後 它也清洗了美國 那你看一公 它現在已經 這個伊恩的這個名字 已經沒有在颶風的名字上面 為什麼 因為它對美國造成非常重大的 這個傷亡 嚴重到被除名了 對 沒錯 它在這個一共奪走了132條人命 然後整個美國的經濟損失是632億 632億美金 我們要乘以34一兆多台幣 你就知道說 132 你看美國這樣國家居然奪走了132個人 你就知道這個 你看這個颶風真的 登陸佛羅里達州之後 它是爆炒 然後加這個海水倒灌過來之後 類似是之前的這個 這個Catrina一樣 幾乎讓整個佛羅里達州遭受到 非常嚴重的這個傷害 而且它摘後滿目瘡 一面目全非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看到這個樣子 所以那才經過一年的時間 伊恩巨峰已經被除名之後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的 伊達利亞又來 當然讓佛羅里達州的居民 全部都繃緊神經